香港時間晚上8點左右 這一節我想說很久,因為是前日的消息 新加坡政府正式男同性戀者之間的性行為非刑事法 所謂廢除刑事法.377A條 這是我之前討論過的 我曾經少數參與過新加坡打咀飛沙走石的一次公共政策討論 比我想像中快很多 但是這個是跟李顯龍講對了時間 第二條標上parlament有關 我為何說他遞對了時間呢 這次為何新加坡反對廢除377A那班人 不敢大鵝大鼓 行動黨那些反對聲音都壓制了 基本上都壓制了 跟上次很不同 是工人黨的投票取向就很足夠 工人黨就沒有了黨邊約束 然後就投的東西很反對 我估計他黨裡面很共襲 為什麼整件事情會這麼有趣呢 因為這就是跟馬來西亞大選有關 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新加坡政治和馬來西亞政治是有聯動關係的 因為新加坡做任何事情 他不能夠過太過向前的 他太黏了 他北面和岩面那兩個鄰居 會發生一些搞糕 所以那件事很麻煩 新加坡很多事情做到穿過眼 一來就是裡面的政治 internal politics 的問題 但是另一方面 是他外部的政治 那個漩渦 他太小了 他只有一個島 而他北面和岩面 兩件太大了 兩件都有點癲癲 你想一下什麼事 我一向都說 新加坡的民主法 不是決定於新加坡人的 新加坡的民主法 某程度上 是決定於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正常化的進度 如果你這兩個國家不是正常國家 新加坡的 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例如你一日到一刻 馬來西亞整個街上那些煽動種族主義 滿天飛 那可以怎麼辦 但是這次的背景比較特殊就是 因為印尼就不想來的 印尼 因為印尼外部都知道 印尼知道有些印傭 為什麼長期留在香港 不會想回印尼 不是因為錢的問題 是因為那些是同性暖制 他回到印尼會出事 這是一個問題 印尼也知道要解決這件事 印尼就不會失去新加坡的土壤 因為如果不是 新加坡自己外部的土壤 他會失控的 佐康不是傻的佐康 佐康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接著去到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就是因為大選那個 氣候急變 因為馬來西亞大選 大家就有一件事 馬來西亞出現一個 consensus 那個 consensus 就是 你不能夠被PAS 哈迪亞王那些激進分子 拿到很甜頭 其實是怕塔利班 真的全民怕塔利班 很多 變成任何塔利班式的政治主張 你堅持的話 你在南洋都會變得很不受歡迎 你想想大家都不喜歡PAS 哈迪亞王 如果你是堅持要保留377A 我說即是基督徒還是回教徒 還是傳統華人的民間信仰 全部都當成是漆頭 所以沒有人夠膽堅持 我想想如果你是新加坡可以 如何堅持377A 不如你叫哈迪亞王做新加坡總統算 這件事大家不會接受 不要玩這件事 這件事不行 這件事會死的 在這個背景的情況之下 變成了原本反對377A那些人 他不敢發聲 因為我已經收獻 我說婚姻是一男一女的 我已經收了獻給你 我已經在婚姻問題上 我已經封了門 我不會搞 consensus marriage OK 當然Sensex marriage 這個問題遲早要解決 但是我覺得不會以現在解決的 因為那個真的走得太前了 我想整個遠東 如果不是香港搞得這麼一和譜 只有香港和台灣兩個 是能夠搞 consensus 即是在澳洲 可以搞同性婚姻的 其他不行的 日本就很搞日本 日本的法院 地方法院的立場 那些裁判法院的立場 那些判禮 我看得拋穿頭 即是東京一個案例 Osaka Tokyo 然後薩波羅 大哥 每個人都不同 怎麼搞 即是東京有一個案例 Osaka有一個案例 薩波羅又有一個案例 即是雜訪 What the fuck 搞不定 所以 所以 暫時 如果新加坡 它又不能走得太遲 因為如果新加坡走得這麼前 馬來西亞和印尼那些 即是那些 那些同性戀者過來新加坡結婚的時候 就會狗車連環相撞 這樣就不行 這樣不行 這個會出事的 這個會被那些中間極端分子利用的 所以 你說新加坡為什麼 它要封死同性婚姻的那道門 我明白 OK 那是沒有辦法的 你知道 你知道你隔離的鄰居是什麼人 是什麼人子 大哥 新加坡只能夠討論這些 都是要用實用的角度去討論的 不能夠用宗教角度去討論 純粹一個理想角度去討論 純粹一個理想角度去討論 你撕橫騙的東西不行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所以 你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背景的情況之下 你顯龍 撲准機會 一下子 解決了這個新加坡長年以來的問題 因為 你當 這個法律成了事之後 你沒有可能再刑事化 你刑事化不了 刑事化你會死的 你就真的變成 一隻阿旺 統治新加坡那些 那些恐怖的事情發生 所以 這件事比較有趣 這件事 這件事可以看到 新加坡人的決心 新加坡人都頗有決心 他要解決現時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他成為金融中心的最後一個項目 就是 這個同性的非刑事化這個問題 這個項目基本上是解決了的 接著那些計劃譬如言論自由 那些 我都說新加坡是一個暫時性 transitional的金融中心 他做了一個transitional金融中心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阻礙已經沒有了 其實 但是長遠而言都是會回香港的 其實 但不是中國董事之後回香港 我相信遠東的金融界暫時會 即是新加坡會作為一個臨時的鬥後 這個當然是看新加坡人的做法 即是新加坡人是不夠 爭取到更多言論自由 更多的新聞自由 但那件事不容易 因為那個問題不在於新加坡的決定 這件事情 我不是說麻木為新加坡辯護的 新加坡如果作為一個金融中心的新聞自由 嚴重不足是真的 那問題就是 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講過 我回到剛剛講過 你一定要馬來西亞的問題 要得到解決 如果不是很難搞 馬來西亞有什麼問題 馬來西亞也有新聞自由 對於馬來西亞的問題是 馬來西亞各邊的人 太過 習慣了手勢用馬共的手法 即是用理論、諮詢、諮詢、煽動、恨言、諮詢 用這些手段來搞政治 這個問題有幾個位置要解決 第一 譬如TikTok TikTok 將513那些東西亂改 你擺完TikTok後面就是中國 中國政府搞的 中國政府支持 PAS 班有搞的 所以我從來都說中國人 中國不是華人的朋友 我一向都是這麼說 你可能馬來西亞要禁了TikTok 其實我一向都是主張 馬來西亞禁了TikTok 因為如果你TikTok沒有辦法 有一個楚戰管理的話 馬來西亞最好禁了TikTok 不要煩 因為我沒有機會 給中共的人搞事 這個不行 你中共搞事就是馬共回來 但是我的馬共是整個 眾所周知的恐怖組織 你都不用說這麼多 有些人是很不認同我講的 但問題是事實 然後你說 譬如你說種族主義的問題 現在馬來西亞是用君主去壓 君主的威望去壓 現在你看到的 馬來統治者都知道 不可能再用馬來自上 沒有辦法去壓下去 不行的 你的經濟會死的 馬來統治者的人的認識 認識是好的 其實近戰後的馬來統治者 所受的教育也好 多數都受過西方教育 多數都受過西方教育 甚至在英國的軍下讀過書 他們都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一回事 而且馬來統治者 很多都有跟華人通婚的傳統 他們對種族不是這麼大的偏見 甚至他們是不是真是 他們對回教的看法 我就不作評論 但是 至少他們不是種族主義分子 因為現在種族主義分子 無統那些都是那句 我發到錯 還說什麼種族主義 就這樣說 但是土主義團結黨不是 土主義團結黨和 和回教黨那些是有問題的 那些 這個問題還沒解決 就解決不了的 因為坦德雅會繼續用一些大口手段 然後你說華人女變 老實說 華人女變不是沒有三民主義分子 你問 我都說過 我之前是拉邱光耀的 然後你說 你華人有些做content farm 那些仆街那些 有些多少是中國人扮的 我現在想知道 那些全部要抓出來的 那些全部好 如果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我暫時看不到 新加坡可以再放鬆的空間 這才是問題 因為新加坡很危險的 當然我還沒計 如果馬來西亞 真的做到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我估計要多10年 20年 不會馬來西亞 做到 新加坡會不會 加入馬來西亞聯邦一部分 這個問題是要討論的 這個是很難搞的 這是另一個很難搞的問題 這些全部要討論的 那些完全未成熟的那些 所以你說 新加坡是臨時的 但它臨時金融中心 應該考了一段時間 過了關 其實 這件事過了關 就是說 香港 還可不可以拿到 一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已經看不到 香港不行 香港 我估計很多外資會 會繼續搬去新加坡 暫時 因為 你之前還說怕 那些高層 可能會有刑事發電 那些顧慮 但現在沒有 新加坡民事法 雖然大家對法院的信心 不是特別強大問題 仍然是OK的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先搬來新加坡 搬來新加坡再說 當然新加坡還有一件事 它金融要保持穩定 如果金融保持穩定 這件事 我就 我很留意沙馬石控股 持有那些 加密區塊鏈有關 那些風險 投資的產品 那些風險會不會爆肌 因為那些槓桿的號高 那些其實不是那麼容易處理的事情 但如果我不計算這個 新加坡的話 新加坡真是危險 是那個大馬石控股 在中國的資產會爆煲的 如果未爆煲的話 暫時 新加坡都是金融相對穩定的 在金融相對穩定的情況之下 那些金融中心 放在新加坡 是沒有壞的 OK 短期的話 放十年二十年 這個問題不大 放十年二十年 多過這段時間 我就不敢說 但是放十年應該OK 應該問題不大 應該 應該是新加坡的 政府的官是比較官僑 但是很官僑 不會有大外 香港那些外資你還想牛 以前還說有少少優勢 這方面 但是連這個優勢都沒有 就沒有了 大哥 還比李家超說 李家超 鄧炳強 所以你說明顯甲級寫 香港那些租本不行 肯定搬走 是肯定 越做越做越熟 整個國家越做越熟 整個香港越做越熟 原理很簡單 你的競爭對手的問題也解決了 最困難 最棘手的問題也解決了 那個沒有得化岸 沒有得覆卓 那個 他信尼不及掩耳 然後怎樣 你現在覆卓 你現在不可以質疑 不行的 而且你只要哈迪亞王一天還在 都沒有人這樣質疑 377A當年repeal 那個合理性 對不對 大家很簡單 一問我 你覺得不應該廢除 然後就說 你想做哈迪亞王 不行的 沒有人想做塔利班 沒有人想新加坡塔利班化 新加坡是絕對不會接受塔利班化的 絕對不接受 絕對沒有市場 新加坡是一個由頭到尾 世俗到尾的地方 絕對沒有市場 這是很清晰的 新加坡的立國原則是很清楚的 它是一個世俗國家 是一個宗教和諧共融的世俗國家 不屬於任何一個個別的種族 只是一個叫做新加坡人 這不是新加坡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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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中國國家 這是李光耀立國才說的 這句話很清楚 這不是華人的國家 這不是印度人的國家 這不是無人的國家 這不是新加坡人的國家 講完 這個原則是不會變的 絕不會變 所以如果你建基於這個原則的情況之下 這件事 377A系沒有人會翻案 這件事 這件事是完結的 閉上檔案的 就是李光耀做不到的事情 為什麼我仍然做到就是 李顯龍有運 新加坡的運氣相當不錯 今年的運氣極佳 它就是利用這個運氣 在這個最重要的時刻 解決了一個 困擾了新加坡 困擾了新加坡幾十年的問題 這個很多年了 20年的這個討論 解決了 這個也是一個項目 當然 之後新加坡的運氣 會不會繼續好下去 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懂 但是短期做金融中心 臨時的亞太金融中心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說 新加坡的亞太金融中心 什麼時候會完 其實就看什麼時候 英國人回來香港 如果英國人回來香港 如果香港不是人 走去搞香港獨立的 是走去歸英 如果他是歸英 根據英國的制度 將他補表 當然會需要時間 最終會回來香港 我都很肯定 當然英國有很多舊東西 你住過英國的人 就知道英國的舊東西都不少 但是至少就是 如果作為一個金融中心的制度來說 英國是合格的 一定是比新加坡合格的 還有新加坡 沒有可能提供 言論自由 或者更開放的環境 很難的 新加坡很難 新加坡的言論自由 有一件事都頗不幸 就是它很難 新加坡就是 其實你罵政府沒有問題的 新加坡的真正問題就是 你那個 你那個 處理種族 宗教的那條線 你要守得很緊 你說好像聯登這些地方 在新加坡就蓋了十勢 因為你這樣說話的話 為什麼要抓捕別人 不需要負責 你不要說 你Facebook 你這樣搞都會出事 你為什麼 新加坡現在有一條法律 就是你告人 告人很容易 告人很容易 就是有這個原因 基本上這些人就是為了政治理由 什麼亂說 他不理你煽動之後的後果 他不理的 但是有很多人 你黃毓民也是演形表表者 你想想為什麼台灣搞得這麼 台灣為什麼有時候 現在還有一個隱憂 台灣的原因就是 台灣人 又不會自己查清楚一些東西 真還是假 那些藍營的 像趙少鏗那些 那些混蛋說了他就相信 有什麼好說 這些沒有話好說 你說新加坡是要用這些法律 一段時間 甚至可能是 一百年之後都要用這種法律 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是形勢 所以你說最後 新加坡它會是一個很成功的 南洋的金融中心 區域金融中心 這個都肯定的 這個地位就沒有人挑戰了新加坡 你說馬來 在印尼 這些地方的人要上市 要集資 他們是來香港還是來新加坡 他們會先來新加坡 因為始終的法制很近 還有 了解當地環境 譬如你說 新加坡的法律 有一些馬來都是用那些法律的 還有你也是馬來文 在工作語言 那裡 就是官方語言 譬如你說 那些公司文件 那些可以用馬來文 或者印尼文書寫 然後直接過來新加坡 是沒問題的 因為它是 新加坡的四個國家 英文的地位是工作語言 但是官方語言是馬來 達米爾和中文 所以其實新加坡有它的優勢 英文是工作語言 如果你的經濟發展到 有一個量的話 馬來文 很多事情馬來文可以處理得好 是沒問題的 新加坡 新加坡到區域公共中心 是沒問題的 這個 這一役之後就更加肯定 因為它擁有給印尼和馬來亞 我們在西亞寬容的環境 但是它說去到整個亞太的金融中心 你都要等香港回來 等香港回來才行 等香港回來 還要等香港回來重建 至少要重建幾十幾年 中國造成的破壞是很大的 制度破壞那些 你想一下英治年代哪有熱狗 但是現在就是你熱狗 像李子敬之後 你可能要清理這些垃圾 這些極權留下的垃圾 你要清十幾年的 這個不是那麼容易 這個是要時間的 所以我自己說 現在唯一可以肯定就是 但是如果有越來越多香港的人 要過新加坡做事 我覺得不出氣 但是如果新加坡要再上一層牛 而不會有鑊氣 它那個 天花板 那個玻璃天花板 那個問題就不會搞定 我看 除非你有另一次好運氣 還有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民主法 正常化的速度再快一點 這樣就可以 但是這個不容易 這些文化問題 固有文化的問題 你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解決的 不要這麼理想的 不要這麼理想的 OK 這一節到這裡 今天晚上11點的時候 我會講李家超 江澤民那個 那個 變了黑色的 那個 可以拍攝那些人的柴子和害 我先講到這裡 我會再說一遍 我們再多視一遍 我們再多視一遍 我們再多視一遍